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蝴蝶兰在夏季的浇水方法 那么蝴蝶兰除了要把握好浇水量和浇水方法之外 其实浇水时间选择也是非常关键的 在夏季给蝴蝶兰浇水一定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要不然你的蝴蝶兰不死也中伤 那么这个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夏季中午高温的时候一定不能给蝴蝶兰浇水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它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在高温的时候 那么蝴蝶兰它叶片的气孔会完全的关闭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浇水 它根系会吸收非常多的水分 叶片上它又挥发不出去 很容易造成了根系水分太多而出现烂根的情况 其次就是中午温度比较高 我们浇水如果你的水温和盆土的温度相差特别大 很容易刺激根系影响根系的吸收 再加上中午高温的时候 你直接给它在盆土里面这样子浇水的话 很容易导致你的盆土里面的温度特别的高 盆土温度高 再把水一浇上去 这个盆土就像一个小锅炉一样沸腾起来 温度特别高 很容易灼伤根系导致你的蝴蝶兰根系腐烂 而给蝴蝶兰浇水 我们的选择时间最好就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浇水 这个时候叶片气孔已经打开 而且温度也适宜浇水是更适合蝴蝶兰生长的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再见